此不宇,怪力亂神 西方的傳統是喜歡講,利也喜歡講,怪 譬如說,伊里亞的奧迪賽, 豈不皆是怪力外神! 那中西傳統, 此不宇,怪力亂, 遂亂之事 唯背常理之事 鬼神造化之機,雖非不正,然非窮女之智,有位以名者,故意不清以愚人也。 詩詩曰:「聖人與常而不與怪,與德而不與利,與智而不與亂,與人而不與神。」 詩詩曰:「常道,不講怪的事情。」 詩詩曰:「得,而不是假,與利。」 詩詩曰:「不講亂。」 詩詩曰:「人,而不喜歡講太多的有關於鬼神之事。」 詩詩曰:「患疑亂神之事。」 詩詩曰:「儒家?」 詩詩曰:「 enabled,與人生不擅長之事。」 詩曰:「儒家?」 詩詩曰:「儒家?」 詩曰:「儒家?」 其實,應當是在我們平常的事情裏頭,就覺得享受人生種種的好,這個才是人生蓋兒的一個態度。 此事者,人所愛也。 如牧師之怪,水怪,三星之類。 與德不與利,如蕩舟扛頂。 與智不與亂。 與亂、亂和民人,與亂、不與神。 與人,與亂,在古倫所所傳的,這些歷與亂。 利與亂,有其時,怪與神,生於禍。 人生會很刺激,很興起,很能吸引人的這個眼球。 可是如果你要那樣的話,才覺得人有趣的話,你平常就會覺得人生不那麼有趣啦。 所以,如果說我們真的能夠有涵養人,是要學的在日常人生裡頭,就覺得人生很有意思。 如果說你越覺得日常人生就有意思的話,你就不會對於怪力亂生的事情這麼有興趣啦。 那現代人,譬如說,常常人覺得日常過得很無聊啊,日常無聊怎麼辦呢? 就喜歡看一點這種奇奇怪怪的事情,譬如說看過這種神力啦,悖亂之事啦,這些種類。 所以,這兩個是一個正好對立的事情。 所以,這兩個是一個正好對立的事情。 簡單這麼說,只試著人所愛言。 一般人,卻特別喜歡講這些事情。 一般人,卻特別喜歡講這些事情。 這個道理不難明白,可是啊,好像從古到今,就喜歡講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就把電視在一起還開。 這更是我們希望要注意的地方。 好,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啊? 另一個問題啊。 另一個問題啊。我們這下看一章。 子曰,三人行。 必有我施焉,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那麼,三人行,其一就是我。 比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 比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 那大理是說,即使是三個人,一個是我。 另外兩個人,只要碰到一件事情,這個反應就手不容,就會不同。 比如,突然間有個車子跑過來了,一個人驚慌失措,另一個人很鎮定。 那這不就一善一惡了嗎? 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 使惡人者皆我施也。 那影詩曰,見賢思其,見不善而內之行。 則善惡皆我之師。 盡善其有窮乎。 我們見賢思其,見不善而內之行。 三人行,其中一人是我。 不曰三人居,而曰三人行。 居或日常相處,行者道徒偶之也。 何以避於兩人使得我施。 因爲兩人才有這個善,於此可責。 真正先亦然行為《這老人、無人》長得, 所以說,就算是偶然碰到的, 都有可以比較一下到底。 所以,換言之,我們隨時都可以碰到這種學習和比較的機會。 人生無處,不可以學。 除了我剛剛講的這種反應之外,還有一種情況啊,就是, 你可以看到,其實每一個人的樣子不一樣,態度不一樣。 有些人的樣子跟態度,讓你覺得是挺好的。 有些人讓你覺得,哎呀,實在是不太好。 也就是說,我們隨時是可以觀察周圍的事情。 看到好的樣子可以學的,看到不好的樣子自己也要警戒的。 三人行,必有我事業。 這是偶然相執,就有可以學習的地方。 善、惡從哪裏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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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行,必有我,失焉。 隨時地不斷地學習。 可見孔子其實是時時刻刻在學習的。 我重不知善,兩人在我前,所善之見也。 谷者,善道未昌,事道未利,群德之境,須由於此。 孫子,順之居深山中,與牧師居入始遊,及其唯一善言,借一善行,佩然若覺將和。 善,是從哪裏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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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 善,是從哪裏來的 Labor COVID-19 openly 善,是從哪裏來的。 善她是從哪裏來的だけ世的主要 Yani與人類, 善咄,是從哪裏來的。 善,是優漫長現在對有名為的勢, 善,是從哪裏來的。 善軟。 善,是從柔弱。 善,是從,咱,是從來裏來的。 善,一定是自在 Those 起uff 著, 善,是從善。 童話。 終有以言,順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為善,皆發揮此章之義。 順啊,他的善與原統,樂起於人以為善。 孔子之學,以人道為重,師必學於人以為道,道必通古今而成,師必堅學於古今人以為道。 不學於古人,不見此道之原有所致,不學於今人,不見此道之時有所在。 孔子之學,以人道為重,學於人以為道。 人道是怎麼來的呢? 其實,是我們每天每天,自己的生活,又看別人怎麼做事情。 我們看別人這麼做,那樣做,我們要用心去學,只怕我們不用心去看。 我們多半的問題是,不太願意去學,人都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頭。 所以是,師必學於人以為道。 其實,放眼望去呀,那個好樣子很多,活得好的樣子很多,可以學得很多。 周恩太,有人說,就算他那麼好,我未必學得來。 其實,你自己會選的。 有一些樣子,你發現,對你來講,沒太好吸引力。 因為可能離你比較遠,你學不太來。 你也會先對於那個你比較學得來的有興趣。 比如說,小朋友,小朋友對大人講的事情都沒什麼太好吸引力。 因為聽不懂,他也學不來。 對他聽得懂的,他學得來,會有興趣。 這個一切是人跟我之間的一個互動。 所以,總而言之,總而言之,這個話,三行必有我思焉, 其實就是要我們去注意看旁邊的人怎麼做,不斷地要學習。 所以,這點就是一個星期的樣子。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題版。 因我們常常,我們已經忘了這一點, 尤其現在人,更是不容易有三人心,必有我事焉。 因為我們整天都在幹嘛呢? 整天都在忙自己的專業,弄自己的事情。 心,對周圍的事情,越來越沒感覺了。 對於作人處事,首先就沒有感覺了。 人生最重要的莫過於做人處事之道。 道必通古今而成,思必堅學於古今人以為道,道在人生。 不學於古人,不見此道至原有所至,不學於今人,不見此道至時有所在。 不學於古人,不見此道至原有所至,不學於今人,不見此道至時有所在。 不學於今人,不見此道至時有所在。 不學於今人,不見此道至大而無所不包也。 不學於道徒之人,不見此道至大而無所不包也。 道徒之人,也可以見此道至大而無所不包。 所以每一個人,你都可以學的。 好的你要學,不好的也要為警戒。 你每天處的事情,都可以學。 指公曰:「子公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識之有,可之道無不在。 唯學則在己。 能善學則能智德師也。」 因為這是不 sj läh Fearив一點的事情的 downwards。 主念的事情其實是本文謂,而為徒之人之意 founding。 《要道徒之人之 estate呢?可之之道無所不做。 詢問這是最大而無所不 triangle看的。 指公曰:「釋出物,因此處不學而發。 한다ret напable,採ア文貝と pony貴 ид that looker。 品竟就是教第一個擇 Person的身為松。 孔子曰:「能善學,則能知得是也,無處不可以學。」 這一章最重要的是這個精神,三人行,必有我施焉。 我們常常要這樣提醒自己,三人行,必有我施焉。 孔子曰:「是孔子就眼前教人,是這孔子乃通關於古今人道之時如此,而舉以教人,非平易立教也。」 孔子曰:「孔子曰:「是通關於古今人道之時而來教人的,不是異策來教人的。」 孔子曰:「非略當無此,是本於人道之本如此而立為教人。」 不是說,應當是這樣,而是說,人道本來就是這樣來立教的。 孔子曰:「是通關於古今人道之時而來教人的。 孔子曰:「信相近,西相遠。」 孔子曰:「信相近,西相遠。」 孔子曰:「此後孔子道信善,也本於此章,所舉人道之時然,而推禪說之而。」 孔子曰:「看似很平淺,其實意思很深。」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施焉。」 孔子曰:「三人行,有我此意。」 孔子曰:「看似,舉人道得有良心。」 孔子曰:「博學,曾經一同與我之時而來記。」 孔子曰:「 Jahrgd 、真相遠。」 孔子曰:「三人行,也有我恕願。」 孔子曰:「聖誼。 孔子曰:「三人行,有我恕願。」 佛拉圖,比較看重的是理性。 從此開悟,是出於此生,見到累劫之前的我,到底怎麼回事? 這個究竟法,大不相同了。 基督教也不可能講三人心,必有我實焉。 儒學的道理從哪裡來呢? 這幾家教法不同。 無論你是講理性的, 要塵測此心的,修行的, 或是講宗教信仰的, 都不是三人心,必有我實焉。 儒學的道理從哪裡來呢? 是這麼來的。 則其善者而從,則其不善者而改字。 所以我剛剛也跟諸位講了, 說, 這個, 西方的,如果要講什麼是善,什麼是惡, 差不多不休的。 西方的則願論,什麼是真,什麼是善,什麼是美。 這個辯論是非常激烈的。 從古到今也不容易有一個定論的。 而這裏不需要這麼說。 三人心必有我實焉。 我不是說, 就在旁邊兩個人身上就可以看到, 誰是代表一個絕對的善的標準。 你不在旁邊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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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在旁邊的法律。 今天大家不喜歡穿成那個樣子,因為你覺得在我們現代生活裡不自在,也不一定要這麼穿。 司馬光有一個有名的故事,他每次想要想這一個比較重要的,他覺得比較天下事情的時候,他就要穿起朝裔朝服,很鄭重地坐在那邊。 人家說你為什麼要這樣?他說我在想那天下的事情,焉可不鄭重的。 那你今天大家沒有人會這麼做,也沒有那個必要。 但當時司馬光這麼做,是很得大家敬重的。 這是傳聞美談啦。聽懂意思嗎? 你今天看的那樣做,你大概覺得你不會認為是善者而從之。 可是在宋代,很多人就想要學了。 這個時代背景不一樣。 有什麼一個絕對善的標準嗎? 明白意思嗎?沒有的。 這個善的標準是,從每一願意的生活裡頭, 你慢慢去體會,它慢慢去沉浸,也慢慢自然產生出來的東西。 所以儒學的三行必因我施焉,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這句話是極活潑的一句話。 很多人說儒家的道理很死板,其實不然嘛。 這三個起源,是很活潑的。 此後孟子道,性善皆本意子,當所與人道的食安推產,說之而。 什麼是性善呢? 我們人自然會喜歡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這幾不就是性善? 很多人問我說,性有關於性善的問題。 說哪裏能夠知道人,性到底是善呢? 人不是明明有很多不善嗎? 我一下回答很簡單。 就是說,你自己覺得他好不好? 如果你也覺得不好, 你會覺得不好的這個事情就是性善。 聽懂的意思沒有? 意思就是說,人會覺得說,哎呀,我這樣不好。 他那樣子不好。這個事情這樣不好。 這種覺得不好的本身,就表示說,人終究是向往一個善。 這叫做性善。 這是本性是善。 不是說,你現在就是善。 我現在不好。我覺得我這樣不好。 我覺得他那樣不好。 我覺得他那樣不好。 我覺得政府這樣做不好。 我們的現況並不簡單是好。 但是你會覺得他不好。 你希望他好。 這豈不就是你的本性是這樣嗎? 這叫性善嗎? 這豈不也就是擇其善者,從此其不善者而改之嗎? 孔子之創師道,亦非曰,人道當有師。 乃就於人道之本有師而創此師道也。 所謂師道,不是說人道應當有師。 而是人道之本有師而創此師道。 則其善者而創此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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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庸曰:「道不遠人,其師之為以道不遠人。道離開人不遠的。 道離開人不遠的。 行人道歸雲。 三人行,必有我師冤。 儒家講善與不善的一個根源,乃至於儒家道理的根源。 只不與怪力亂神,下面一章只曰善心,必有我事也。 這道理是很平常的道理,講起來沒有什麼,但是極其俊有。 子曰:「我非聖而知之者,好古我民以求知者也。」 子曰:「讀曦不曰,其為人也,發奮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雲耳。」 子曰:「將能偉大的,離人很遠的話。」 子曰:「所以道不遠人啊,離人很近啊。」 子曰:「但是如果說,我們真能做到。」 子曰:「我們學孔子,擇其善者而從焉,而從之。」 子曰:「我們發奮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子曰:「我們能夠好古明以求知。」 子曰:「我們也不予冠離亂神。」 子曰:「這麼很平常的一個一個的道理,累積在一起。」 子曰:「那我們的人生,就大大地有希望。」 子曰:「三人心,必有我事也。」 子曰:「這章很重要。」 子曰:「有沒問題?」 子曰:「學長的道本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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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謂 хар.' 子曰:「天 MONA 畫,才得另外尊致人やこと不知這道。 道,是萬通了人生、政治、社會,乃至於天地天的一個道理。 他也不是在講慣例亂生,他也是離人生很近的回道。 我問的是說,你是要努力去求,才會有這個道,還是說,你就放掉一些東西,就是放掉一些外在的,你就回到道? 努力求,不是那樣去求的,道不是這樣,是智於道,不是去如何努力去求,他不是一個東西,你求不來的。 所以,平常更多的是學習,放掉你很多不當有的欲望。 當我們放掉我們不當有的很多的想望,而只是平平時時地學做人的時候,倒在其中。 那如果用宋傳的話講,就是切問盡思。 這是我們每天每天做的事情。 我們就切問,這個就是在你身邊的。 你身邊的東西,是針對於你的人生的,這些親切而切要的事情,就在你每天每天發生的事情,你就問,說,那我到底有沒有把它處理好啊? 以前所看重的,其實最重要的,尤其是父母、家人、朋友、人跟人之間, 你每天碰到這些關係,你是不是處得恰當? 每個人處境不一樣,處法不同。 但是呢,都有一個處得恰不恰當的問題,這要切問盡私。 儒家的看法是,人是在人倫當中做人的。 人的定義是離不開人跟人的關係的。 是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所以你要說道不遠人,是怎麼樣子呢? 如何?我們說,去學這個道呢? 其實很平俗的。 就是你每天每天,來自於你當下的日子,當下的生活。 這樣子講。 這樣止於道。 老師就是,這句話啊,那我會想是,如果我們是在一個比較不好的組織, 或是在一個比較不好的時代,或是一個國家的時候, 還是可以從裡面學到很多,就是好的那一面這樣子。 是啊,其實是這個樣子。 有一種學法就是,看到人家做了那些慘酷的事情,覺得是很受不了,很痛苦。 我反而覺得說,我勵志,我絕對不那麼做。 看到別人做那樣很糟糕的事情,我覺得很難過。 然後我不那麼做。 所以你從到人家不善當中,你也可以改之。 是這樣子的。 你為什麼會覺得他善跟不善? 其實我們心是有感覺的。 如果說,人天性是喜歡這種虐待的話, 那這個世界應該就是平常流行的就是虐待。 從小我們就希望小孩子不相虐待就好,因為人喜歡。 那顯然不是如此吧。 我們對於我們的孩子,都是盡可能的。 對不對? 用愛護他,疼愛他的。 沒有人或是覺得說,我要去虐待孩子的。 除非你這個人有病,有問題。 所以你會覺得好和不好,是你的心自然會覺得的。 你懂我意思嗎? 你會覺得好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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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否則不容易,就像是一個鏡子一樣,也就是你的鏡子。 否則你自己做的,我看不到自己,我不知道自己長什麼樣子啊。 我看你,你還想到我也有類似的事情啊。 所以,其不善之而改之,恰恰地透過這個方式,這樣容易學到。 在學界裡頭,人最常有的一個事情就是, 關於什麼是善什麼不善啊? 這個是吵得很厲害的。 康德哲學、黑格爾哲學、倫理學、戈甲、柏拉圖、安斯頓等, 吵得很兇,到底怎麼樣子? 那如果你們一學一點,有關於西方的道德哲學的話, 這個是吵得很厲害的。 那麼,聽說我們現在社會要進步了, 說要開始要教一些西方道德哲學了,很有趣。 因為,我們現在的看法是說, 以前是威權政府,教人都是一套教條, 教人都是一套教條。 那現在呢,是要自由思考,公民社會啦。 人自由抉擇。 自由抉擇。自由思考的時候, 就開始對於什麼是善惡, 就開始會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啦。 那怎麼辦呢? 就說,學校裡開始要教這個道德哲學。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這個新聞? 你有沒有注意到嗎? 我又注意到這個新聞。 他理路是這樣的, 這個理路很合理的嘛,對不對? 聽懂吧? 就是, 威權時代的遺留的時候, 那麼,人呢, 都是自己不思考的, 提命令的, 或者, 長輩教的, 少名人教的。 那現在人要自己思考了,對不對? 就開始要, 怎麼辦呢? 這問題不是很複雜嗎? 從哲學的反省。 我跟主委說, 我是很早地走過這條路子的, 因為我很早就會獨立思考。 很早地接觸到很多的, 各種的哲學、 國人中外, 各種對於道德善惡的說法。 講到最後, 我就很簡單跟主委講四個詞, 叫做莫中意識。 你越吵越發現莫中意識。 那個, 是沒有辦法找到一個 確切不易的標準的。 非常非常的不同。 如果有的話, 你可以跟我講, 說有哪一家的道德哲學和論學, 是大家所共性的? 我還真不知道。 有一個講法,就有一個講法把它推翻。 你越用哲學方法, 越討論它,它越如此。 聽懂意思嗎? 大家論辯了。 你說這個是善, 我給你論辯, 那個不是善。 反而儒家這個方法, 有沒有定義啊? 善沒有定義。 懂不懂? 這不定義, 從不定義。 那意思是, 如果你一個定義的話, 那這個就沒有辦法。 你只要有定義, 只要有說法, 我就可以駁你的定義, 駁你的說法。 你不信你試試看。 你講任何一個方法, 都有辦法跟你駁。 在西方會草, 就是因為他們先定義完了以後, 對於一個名詞, 或者一件事情, 他就能把它定義說, 他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才會這樣做。 善又不善, 一直在正論。 我先定義什麼, 然後從那邊建構一套學說。 那一套用在自然科學上是很型的, 用在人文上就很有問題。 因為人心沒法定義, 善也很難定義。 善是很難定義的東西。 可是這個理論的話, 如果放在這邊的話, 善跟不善是因人的決定。 因人去判斷。 這件事情, 我認為他善和別人認為他不善。 他並沒有跟你講一個普遍的, 絕對的善, 沒有。 你也可以說, 在這邊講的, 善跟惡只是他的一種感受。 他只要你看中這個感受, 然後不斷地學那個善, 去掉那個不善。 你要尊重重視你自己, 對於善跟不善的感受。 然後不斷地往善的地方走。 這就是善。 這個既沒有定義, 也沒有理論, 但這是最高明的善惡的理論。 聽懂了吧? 顛覆不破。 儒學的東西大凡如此。 既不定義, 也沒有理論, 也不複雜, 也不成系統。 但是, 我這一輩子過來, 我覺得恰恰講的是最高的, 最好的。 因為他只指人心嘛。 人的心有善跟不善的感覺。 也有。 而幾乎人人都有。 那, 你就擇其善則從之其, 不善則改之嘛。 十二神奇才是最高的, 對很多人的心踏跌問, 原本的心踏跌問。 何以故呢? 何以聖賢之所得為依歸? 何以為依歸? 而是依歸。 孔子也就是必由我思焉的, 我們想要哲其善子,來重置的對象。 至於儒玄的道理, 一定是怎麼樣子呢? 按照這句話來講, 他也是自然因實因地, 也要變化的呀。 我們學習孔子的模樣, 但是我們今天也不是說 每一樣事情都照做,也沒法照做。 我們在學習儒學的道理,還是知道儒家的道理就是一個一個的人那裏。 我們學這個人,學那個人,學這件事那件事情,無常識自有。 那麼最後明白了人生的道理。 是自己的生命的一個體會。 體會是一個一個人自己的體會,人是一個一個學。 這是他的學問。 三人行,畢業我十年。 這句話看起來很平常, 可是希臘人、西方人不這麼講, 印度不這麼說, 包括伊斯蘭和希伯蘭的傳統也都不這麼說的。 至少主要傳統也都不這麼說的。 好,好不好 那,好,有多問題,這一個 這一章很重要 好,因為然後我們 再講 天聖得於魚,環腿幾如魚河 環腿 送司馬向腿 他呢,想要派公子 公子過頌,於弟子息地大樹下 送司馬 他要送還公子後 這個 想要司馬向腿 想要他發其術 就向他公子趕走 公子去之 指曰 天聖得於環腿幾如魚河 這句話是講 我們去看 孔子宣言 天既賦我已如此之德 則環腿其耐我何 言並不能為天害己 天既然給我這樣的德 天生德於餘 德由修養,難非據此天性,則修養無所失。 孔子據聖德,雖由修養亦是天父。 不曰聖德由我,不曰天生也。 孔子的聖德,雖是從修養來的,也是天給他的。 父母、家庭、國家、社會、文化、一切種種。 天地、天生的、天父的。 天生德於餘 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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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孔子 孔子 хозя 孔子 還培眾能殺空之生,不能多空之德。德也有天生,是不專在我。 在諸著來講,這是比較傳統的古代的講法,意思就是說,孔子這個信念裡頭,其實是含有一種對於天地的,那之以背後的神靈的一種信仰,一種信念。天生德與與歡,退去與合,他必然不能為天害己的。 在古人來講,是如此之間,冥冥中間,自有天意。天生德與歡,退去與合。 古人是這個樣子,傳統上如此。 即使人殺他之生,不能讀孔子德,還錘不知自欺,無奈此德何也。其如魚和。 ��人之在此,仕如魚的德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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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無奈於此德,又何奈於孔子? 孔子欲孔子蘇星孔,知道一詞,然一己為福而去,是避害為喪不生。 懷略其,奈我何也呢?必不能為天還己。 冥冥中堅自有天一,其實有這樣子信念的人古今不少。 就是你修養到一段時候,你會覺得這一切,不是說告訴我自己成功的。 是好像天地之間明明有很多事情幫助你能夠成功的。 那你會感覺到,這一些事情是不會能夠來侵害你的。明白意思嗎? 那譬如說,有德性之人,他很多事情就是不怕,不擔心,不憂不懼。 甚至於像這種小人要來,他也覺得說,這個事情害不到我了,不會的。 這是一種感覺。 是不是必然?不見得必然? 但是他就是覺得所知。 天生得與,還推,其入與和。 孔子是有這樣的概念,我相信。 那,不要說他有了,連近人像梁樹明,好像甚至於,也有這樣的。 他有時候說,我不會死的,等到發一個什麼事情。 我那時候死了,中華文化怎麼辦?如何如何。 有類似的這種感受。 因為你會覺得說,你今天成了這個,到這樣子的一個德性的時候, 是有多少多少多少的因素,一起培養、鑄成而造成這個樣子。 他不會輕易地就關掉你。 所以天生得與,還推其入與佛。 我想這個是他的意思。 古今中外,修到一定層次的人,有不少這樣的感受。 我想這不是,這不叫迷信。 這是,我不是說我相信一定有個神靈,或者一定在背後什麼的。 不是這個意思。 明白意思嗎? 就是說,今天到了這一步了。 不會吧? 那反過頭來來講, 這是我們人生該學的一個境界。 我們不要只是說自己光看孔子。 我們其實到不了那樣的大德。 我們也說,我們也希望我們學習到一定程度之後呢,不憂不拒。 照我們現在的話來講,氣場很強。 她的氣場。 她的氣場。 她的氣場,不太恰恰。 應該怎麼說呢? 她有一種正氣,應該這麼說。 她一種正氣。 她一種正氣。 她不擔心。 人生永遠會有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但你要懂得這個事情。 天生得意,也環罪修一合。 天生得意,環罪修一合。 他有這個信心,人要有這個信心。 我們讀經,就是一字一句要仔細的萬味。 所以,這些話不是什麼鬼大難解的話。 但是,你仔細看,裡面都有甚深的意涵。 但是,你要真能夠學著做到的話,哎呀,你的人生就完全不同。 這是我們要學的。 我們是要學習聖賢之德,讓自己的人生能夠徹底地改頭換面。 這就是我們的目標。 天生得意,環罪修一合。 天生得意,環罪修一合。 我自己,一輩子好好做人做事,也要有點信心。 你自己、應該不至於怎麼樣。 老天爺,明明中間,自有忽悠。 那不是說,因此,空空的坐內等他來那。 啊,不是,來,孔子爺就為福來去祝。 該怎麼做還是怎麼做、但你不要太擔心 ! 天生得以环腿水 孔子在縱由列國的時候,其實有不少的人都會忌憚,因為他怕我的國軍一旦縱由你的話,對我就會有所妨礙,會對我的事情有所妨礙 孔子的反應是非常有意思的,天生得以环腿其如一核 孔子的態度啊,深有所改 一般人碰到這個事情,就怕了 逃之夭夭 弟子勸他訴去,可見孔子當時還沒有要訴去的意思 天生得以 我們一旦碰到有人要危害,加害我們事情 我們要想要看 我們要想要看 要好好地學 這個問題啊 都太難學了 我說德,那個 德是不是在身上 是一個大問題 我們行善 則即善則,從之久了 就有一種德的感受 德不過就是善的累積嘛 累積多了就是德了 我們時時刻刻心心念念在於為善 就會覺得自己有德 儒家的理想就是一個有德的君子 更進一步就是有德的順先 他們的目標是怎樣 他人生最高 他非常清楚也非常簡單 這個大家其實應該也知道 只是現在一般人不願意學 整個社會不願意學 就是我們社會現在這個樣子 我們現在社會的問題 越來越多了 越來越複雜了 而且已經到講不斷裡還亂的地步 講不清楚了 因為大家就是 各自一詞而不修德 到最後是沒辦法 不僅我們這樣整個世界都這個樣子 美國可以選出川普來 那這也是不修德了 就算是要實行川普的很多共和黨式的政策 也不必選出他來 他的政策 很多東西我是同情的 尤其對於非城市的 比較內陸的一些人來講 這是很必要的 很多政策 從政美國來的政策 他不需要考這麼一個人 所以 德是 善的累積 我們不斷不斷地在 這一個 則其善者而從之 久而久之啊 就會覺得 我們是有所得了 德者得也 得於我們的身心了 好 那子曰天生得以 德是這麼來的 還推修與和 對吧 還沒問題 可以這樣 天生得以 還推修和 好 那我們先進去洗一下 好 那我們先進去洗一下 考慮